音樂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高中數學第二冊、第二單元排列組合、第一節技術原理 那我們在前面的技術原理呢,已經介紹過窮舉法、樹狀圖跟假法原理 那這個單元呢,我們要繼續來講下一個技術原理的方法叫做乘法原理 那什麼叫做乘法原理呢?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完成某件工作需要經過K個步驟 那麼第一個步驟有M1種方法,第二個步驟有M2種方法 依此類推到DK個步驟有MK種方法 那麼我完成這個工作的方法呢,就是將這K個步驟的方法數做相乘 這樣子的方法就叫做乘法原理 那我們來看一個乘法原理的例子 譬如說,書架上有三種不同的中文書、五種不同的英文書跟六種不同的法文書 那小英想要從書架上,中文、英文、法文各選一本 那它到底有多少種選法?那我們來看,小英完成這個選書需要三個步驟 那首先呢,選中文書,它有三種選法 那選英文書有五種選法,選法文書呢,有六種選法 因此啊,利用乘法原理的想法呢,我們可以說 完成這個選書總共有三乘五乘六,九十種選法 那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乘法原理的一個案例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下一個乘法原理的例子 譬如說,某地區的車牌號碼呢,總共有六碼 那麼前兩碼是用英文字母O以外的大寫字來代表 那後面四碼,我們會用0到9的阿拉伯數字呢,來填入 但是呢,規定不可以連續出現三個4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譬如說 如果你的英文字母是AA1234啊 它沒有用到O,所以是可以的 那另外這個呢,雖然它用到了三個4 可是因為它沒有連續,這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譬如說,你寫AO1234 那這個O呢,是不可以用的 那譬如說,你寫3444 這三個連續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呢,它想要問你的是 所有第一碼為A,最後一碼為4的車牌號碼 總共有多少種 那這是一個97年的學測四題啊 我們要用乘法原理的想法來解決它 好,那我們的解法是這樣子的 第一碼如果設定是A,你沒有選擇啊,只能填A 最後一碼被設定為4,你也沒有選擇 所以呢,第二個英文字母我可以選不是O的英文字母有25種 那接下來這三個位置呢,我可以填0到9的數字十種可能 0到9的數字十種可能 0到9的數字十種可能 那這是所有的可能狀況 但是有一些狀況是不可以的 比如說,出現連續三個4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我現在要把不可以的狀況排除 什麼叫做不可以呢? 比如說,後面三個出現都是4 這樣不可以 那這個地方我不確定它會出現什麼 所以有可能出現0、1、2、3 那因為我的限制是不要出現連續三個4嘛 所以我把4跳過去囉 總共有9種情形 也就是0到9排除4 那另外,說不定我連續出現4個4啊 這樣也是不行的 所以呢,這個狀況我也得排除 因此我先把所有的方法算出來 再排除兩種不可以的狀況 也就會得到這一個題目所要的答案 那處理這個題目的方法呢 我們用的就是所謂的乘法原理的概念 每個位置有它的選擇 完成這些步驟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乘法原理的例子 比如說 有一個兩列三行的表格 在這裡 那我想要在這六個格子當中分別填入1到6 而且不會重複出現 那麼我想要讓1、2這兩個數字 就是填在同一行或同一列 好,那這是一個99年的學測試題 那到底有多少種可能的狀況呢 好,那做這個題目啊 我就會把它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想要把1、2的位置先確認了 第二個 1、2位置如果確認了呢 我要把它填進去啊 再來 3、4、5、6 你沒有任何限制 我再來填它 所以有三個階段 首先 考慮1、2填在同一行或同一列 總共有哪些狀況呢 我們來看 可以填這裡 也可以填這邊 還有這邊 三種 再來我也可以填橫的啊 這兩個 或者這兩個 或者這裡 或者這裡 那這個題目其實有很多同學寫到這邊就停了 他發現說 好像只有這七種 其實是錯的喔 因為他說同一行 同一列 他沒有說要在隔壁啊 所以你們會忽略這一種 還有這一種 因此呢 將1、2填在同一行或同一列 其實總共有九種可能 這個地方各位同學要特別留意 這兩種狀況 那當我把1、2的位置決定之後呢 我就開始要來填數字啊 那考慮1、2填入的方法呢 假設我填的是這兩個位置 那我可以填1、2啊 我也可以填2、1 所以呢 我說他有兩種方法 那接下來呢 3、4、5、6是在這邊隨意的填 所以我可以考慮說 這個位置我要填3或4或5或6 有四種可能 那下個位置就只剩下三種可能 依此類推兩種、一種 因此呢 我們來考慮 最後填入3、4、5、6的方法 總共會有4、3、2、1 這麼多種 因此我完成這一個填數字的問題啊 總共要經過三個階段 先選位置 填入1、2 最後填入3、4、5、6 得到最後的答案 4、3、2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一個綜合應用 因為前面我們已經學過加法原理 也學過乘法原理啊 說不定考試的題目會把這兩種結合在一起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有一個乒乓球隊呢 總共有六位選手 夾一秉啊 右手持拍 丁霧呢 左手持拍 可是 擠啊 很厲害 兩隻手都能打 那我現在要派兩個人去打雙打啦 規定 一左一右呢 要互相搭配 那請問啊 我是教練的時候 我有多少種搭配方式 好 這是一個101年的指考試題喔 我們來看看 這個問題的討論關鍵應該是在於 那個雙手持拍的人 他到底有沒有出賽呢 很重要喔 沒有說他雙手持拍就一定要出賽啊 另外 如果他出賽了 他是用左手打 用左手打 這個我們也得考慮對不對 所以我們總共要分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 他沒有出賽 那如果他沒有出賽的話 右手有三個啊 出一個嘛 左手有四個啊 出一個嘛 所以你搭配起來總共是不是十二個 可能的狀況 好 再來 如果他有出賽的話 那他是用右手去跟人家打呢 那你是不是要另外派一個左手的 這樣搭配起來總共就有四種 那如果他是用左手代表出賽 那你右手三個要出一個跟他搭配啊 總共就會有三種 因此呢 總共有三種可能的狀況 所以搭配情況從加法原理來看 他就會有十九種可能 好我們再來看一個綜合應用的問題 比如說 前一陣子王建民非常的紅啊 我們的學測就考了一個王建民公仔的問題 那麼這個題目裡面談到呢 阿民公仔呢 總共有球帽 球衣 跟球鞋啊 三個要去做搭配 但是他有些規定喔 比如說 你的紅色球帽 不要跟灰色鞋子搭配 白色球衣就一定要搭藍色的帽子 那這樣子可以搭配出幾種的公仔呢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首先啊 我們要分球帽 球衣跟球鞋來進行分類討論 並且搭配樹狀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表 如果我的球帽呢 是黑色的 那我不能搭白色的球衣 只能搭藍色或綠色 那如果我搭了綠色的球衣 球鞋沒有任何限制 會有三種可能 那黑色的帽子搭藍色球衣 球鞋也沒有限制 有三種可能 因此在方法術上面會有六種 那如果我是用灰色的球帽 配球衣的話 同樣的狀況也是會有這六種 那如果我是用紅色的球帽 那他不會去搭配白色球衣 而且他搭球鞋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這邊老師沒有畫到灰色 因為題目有規定 紅帽不配灰鞋 所以只有這兩種 另外呢他搭藍色球衣 配到球鞋也是只有這兩種 所以方法術是四種 那我們再來看 唯一可以配白色球衣的呢 就是這個藍色球帽啦 所以藍色的球衣啊 球帽可以配球衣白色 也可以配綠色 也可以配藍色 那他搭配的球鞋呢 都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總共會有九種狀況 因此總共啊 你把六六四九 這四種情形加總啊 會有二十五種可能的款式 那像我現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我是針對他的題目 正面的去計算他要的結果 這個叫正面解法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題目其實啊 我也可以利用反面解法 什麼叫反面解法呢 首先我不考慮任何限制條件 應該就是球帽四種 球衣三種 球鞋三種 總共應該有三十六種款式啊 那麼不符合情況的有什麼呢 白衣搭到非藍色的帽子 總共有這三種情況 那不管你去配了什麼樣的球鞋 都是錯的 因此這九種狀況 我必須扣掉 另外 還有什麼狀況是不對的呢 比如說紅帽去配到灰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紅帽如果搭配到 藍、綠兩種球衣 他配到灰鞋都是錯的 因此啊 這兩種狀況是錯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總共有十一種狀況是錯的 而全部有三十六種 因此 我只要把這三十六種 扣掉十一種 得到的 也是二十五種款式 好 各位同學 我們這個部分呢 學習到 利用乘法原理來解決更多的問題 並且可以搭配 前面學過的加法原理跟樹狀圖 來幫我們處理一些更複雜的問題 那希望同學呢 在看完這些內容之後 可以多做練習